因為畢竟有一些數字 可能用頭影片比較能夠講得清楚 我好多年沒有做警告 心裡會 部長任內幾乎沒有親自做 但是今天非常感恩兩位儀長給我這個機會 感恩各位可以說社區的相親給我這個機會 所以本來我們內部討論的時候 要我們的顧問公司 要我們的營建團隊來做警告 我說不要 我代表我個人志工的心情 非常誠意的來向各位做報告 所以今天不管是媒體朋友 或者各位社區的大德 如果我講的不好 還請各位多多包含 因為太嘴唇補助感過 那我今天來向各位報告 大概就分成這五個部分 大概十張投影片 那這個大概是我們整個 大概面向我們看往下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的空間規劃這幾個文字 各位能看出來 這個目前是我們環保教育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地方是絕對是我們的中心 各位都知道老菩薩 這幾個長得啊 神經有九十歲以上老菩薩 本來身體是非常非常 這個不好的 結果做到身體硬朗起來 這些在在都有例子 如果各位有因緣有興趣 走入我們園區看看 那位老菩薩或者那些老菩薩 一定會向各位做報告 他做得多高興 他的身體多好 早上八點到這邊上班 晚上四點多回家 所謂的上班就是不拿薪水的上班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來 這個我們會維持 第二個我們這個地方 將來會比較著重在 國際跟國內志工的一個培訓 因為目前呢 有很多從全世界各地到台灣來 這個培訓的志工呢 我們可能在全台各地 但是呢 我們其實用交通的便利性可及性來講 這個地方是第一個最好的 我們這兩天呢 其實各位如果有注意到 慈濟的訊息的話 這兩天有全世界來的志工 在山崇跟板橋 不管是山崇板橋 交通上都不太方便 第一個他捷運沒有辦法到達 可是我們這個地方捷運可以到達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的中心 第三個就是我們內魂的特色 我們內魂非常驕傲的 那裡海空的時候 包了八十幾萬個便當 我們這個地方不但沒有受災 而且是整個震災的指揮中心 整個便當的熱食供應中心 供應到汐止南崗 還有松山內 那將來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甚至呢 有一些物資呢 階級的地方 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茅潭 那第四個大概是我們非常重要的重心 就是將來呢 我們在南基地 我們會有圖書館 有幼教中心 我們會有長青學院 老人親安居啊 像各位鄉親報告 這是我們上等的一個特色 實際上等不贊成蓋養老院 因為他認為說 養老院受去了以後 每天在那邊 你的小孩 你的晚輩 根本沒有辦法親近你 沒有辦法有添乳資的 可是老人親安居呢 最方便的地方是 年輕的朋友上班去了 可是呢 早上把你家裡面的老爺爺 老奶奶到這個地方來 有人陪伴 然後有人呢 跟他做朋友 跟他互動 到了下班的時候 我們接回家 一家和樂團圓 這個將來是我們一個特色 我相信 包含我在內 我都不是內部的居民 這一部分 我大概沒有辦法享受到 可是各位鄉親 絕對 將來 好了以後 絕對有這個機緣 那當然 公益的培訓 不只是我們慈濟 對於社區呢 我們也一定會開放 那 經濟的補足 這是慈濟最大的一塊 就是慈善的部分 那這一塊當然是我們的根 那我們絕對是繼續做下去 好 我們看下一頁 人文的廣場 各位如果注意到 等一下我會再秀給各位看 就是我們進來的地方 將來是一片綠地 一片樹林 但是那個地方呢 平常 它是一個草地 你可以呢 做任何休憩的活動 它不斷可以鳥與花香 而且呢 可以有自然景觀 戶外活動 這是一個最適合的 景觀道路 等一下也會給各位報告 就是說我們呢 在左側 我們會有一條道路 一直通道 我們現在市政府已經蓋了 可是呢 很難進去的 一個體育園區 這個體育園區呢 將來如果透過這一條路 車子可以上去 人也可以上去 那這樣子的話 可疾性啊 就非常高 所以這也是我們 跟這個警衛呢 共同討論出來的啊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景觀道路 那自宏區呢 就是剛剛有向各位報告 有好幾個自宏池 那這幾個自宏池呢 將來就是有這個 強降雨的時候 它最少緩和一下 它不會像現在 某游路 進流 進入大湖 讓大湖呢 一時間呢 消化不良 這個大概是 我們七大空間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張呢 剛剛一直在提到 就是有一個北基地 有一個南基地 那這個地方是我們的 現在目前的成功路 包含捷運 那這個整個基地呢 這個邊際呢 大概有這個 兩萬多平方米 各位注意不是平 兩萬多平方米 那南基地呢 是在這一塊 那我們剛剛一直 遺憾也是我們 讓各位啊 包含剛剛各位看到的布橋 我也看到 我也很難過 這個地方是保護區 但是值不值得保護 我想各位相親啊 可以一起啊 我們再來探討 因為畢竟 這個不是我決定 也不是各位相親決定 是幾十年前 從當年的內湖鄉的時候 就留下來的一個情境 那已經有多少 已經變更了 但是這一塊啊 因為某些因緣 實際一直講因緣 就是一直沒有變更 但是86年 實際取得的時候 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那個影片 那個建築物 那個火油路面 實際沒有做任何的改變 只有稍微啊 給他用竹子啊 稍微給他裝飾一下啊 我們開下一頁 那在這段時間呢 為了向各位相親的負責報告 說我們花了一些精神啊 邀請了一些專家 就各位過去呢 可能跟我們指證 或者質疑的部分 也就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海水自紅 一個是弟子的敏感 我們做了一個澄清 那這個澄清 剛剛從這個影片上已經看到了 那我非常簡短的 向各位再做報告 不外乎呢 在釐清了一個水系 就是我們大福社區 跟慈濟這一塊 是兩個不同的水系 第二個就是我們 自我們兩個來增加 第三個就是我們 將來變成一個綠化 而且是一個心靈的園區 這裡要特別強調叢林 等一下將來我們會承諾 在外頭兩邊 我們會往植樹林 然後變成中間草地 所以是一個有叢林 有心靈的一個園區 那這些呢 三個 地質敏感 斷層順向風 飛礦坑 這些都是專業技師 這兩位 這一位是 中華民國 土木基石工會 聯合會的議事長 他可以說一言九鼎 任何有專業的部分 有爭議的部分 一定他非常負責 帶領他的團隊 到處去看看的 另外這一位就是 幫我們做礦坑 處理的 這位是我們 礦業工會的議事長 礦業技師工會議事長 他是一個 也是一個 這一方面的一個專業 我們看下一頁 那剛剛講 離清水系 已經非常清楚了 從影片上 各位看到這個水系 大湖山東在這裡 然後整個大湖的兩個 大溝溪跟明文坑溪 那這是我們曾經的 南基地 北基地 那是劉崇溪 這個五角會 他今天大湖在這邊 那我們整個 集水面積 整個來講 這一塊是比較多一點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點我要 帶各位 感謝台北市政府的 這一個不是我 做的事情 也不是慈激做的 就是過去的 大家很擔心說 這一代如果萬一 有強降雨的時候 那水怎麼排 那我們去收集的 一些資訊 就是過去這一段時間 台北市政府 所做的一個努力 就是在我們大湖山莊街 又有一個非常大的 十三萬億方的 一個字紅池 那這個字紅池 我想各位相親 比我還清楚 我就不用再強調 各位可能 常常也到那個地方去 那是一個非常大的量 非常大的量 那第二個就是 成功了五段的一個 做海水民工跟湘寒 這也是台北市政府 所做的 另外就是 東湖連外道路的時候 這個 在連外道路的時候 順便做了一些 沉沙自紅池 另外大湖的清衣 還有整個調節 海流的這個檢塔 還有閘門的改善 這我想應該感恩區長 還有幾位我們的市議員 還有兩位議長 所以說共同爭取的一個結果 那另外就是我們大雨的時候 遺藥的救命站 康寧抽水站 跟南武抽水站 換句話說 這段時間 其實從整個台皇來講 也改善了很多 對於這個過去 可能 可能各位 說不定印象中 有一些淹水的救濟 可是這些呢 都是最近呢 他們做了一些很多的改善 我們看下一頁 那我們這次實際呢 希望做的事情就是 這個紅點 大概就是我們的 可能建築的位置 但是建築的位置以外 我們整個自紅池 會擺在這些位置 就是藍色的位置 那其他綠色的 我們大概都是 我們整個開放的綠帶 開放的綠帶 所以我們從紅綠藍 可以看出來了 這個整個配置來講的話 建築物本身 其實是所佔的空間 非常少 也就是剛剛向各位報告的 整個建築率只有35% 那我們另外 跟這個市政府 還有未來可能 我們也會跟這個環保署 去申請 整個變成一個綠建築 那我們希望變成一個 低碳的一個園區 你看一個園區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張呢 是我們大致上 整個配置的一個情況 比如說呢 我們這個地方 是有一個道路 我想借這一張 來向各位報告說 八米道路是在什麼地方 我們園區的旁邊 我們會承諾 建一個八米的道路 一直通到哪裡 通到我們台北市的體育場 還有公園用地 還有一個未來開發的 那這一塊呢 如果好了以後 各位從大湖油氣完了以後 如果還需要做某些的 這個體能的活動呢 你可以從這邊過來 你可以走路 甚至呢 如果有必要 你可以呢 這個爬山過來 都沒有問題 這個爬山就是爬管坡了 隨著這個路過來 那主體建築 只有這麼一點點 只有這麼一點點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未來呢 可能是 智虹池在這裡 可是這個地方呢 如果萬一水還非常大 這個地方草地 我們都還可以呢 再保留一點 智虹的空間 保留了自己 智虹的空間 那這是我們南基地的一個情況 那南基地 因為基本上 它是一個比較面臨 黑條路 而且是一個比較平的 那各位大致上來 應該是比較 這個可以理解的一個情況 那經過我們整個 實際上的一個畫設呢 我們未來呢 整個綠地面積呢 一定是50%以上 那我們承諾是35%的覆蓋率而已 好 再下一頁 那這一張是一個示意圖啊 就是我們北基地的建築在這裡 然後呢 我們三個智虹池在這裡 這裡地方 我們會有一個景觀池 會有景觀池 那南基地呢 在這個地方 剛剛有個朋友問我說 是不是北基地 我們要該八千平方米 非常清楚的 我們只有六千平 所以很清楚的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張是一個比較 擴大 從這個景觀看下來的一個示意圖 比較容易看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張是我們整個 智虹池的這個配置 還有我們主體建築的一個情況 那各位我剛剛講說 變成一個所謂的 叢林的心靈 那這一張是我們整個 心靈道場 就是我們將來 在這個地方整個 樹來會往直樹林 然後這個樹林上來以後呢 都會看到 如果從 不管福福縣 或者是在平面道路看下來 說不定你還看不到 我們的主體建築 只看到一片叢林 但是這個地方真的是心靈道場 我們看起來 那這個是我們整個的這個配置 各位軟體科學園區在這邊 內湖科學園區在這邊 非常感恩 今天我們的內湖科學園區 也有幾位先進在這裡 這是我們國家的非常重要 經濟的一個發展的地方 那我們就由這個捷運 把我們連起來 加上大湖公園 然後我們北基地 南基地 大湖山莊 我們的朋友 大家在一起 那不管是私地也好 或者體育場也好 那我們可以了 把這些油氣的 或者平常的生態旅遊的 統統把它結合在一起 所以呢 我們是一個社會福利 環保再生的一個職業 那這個地方一定是一個 示範的一個園區 動植物我們一定會再生 剛才別向各位報告了 水系的也會再生 我們期待是一個居民 對北市府 甚至國家形象 還有實際的 都輪到國營的局面 好 那後面有幾張附件 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是他們幾位先生 來看的這個代表性的記事 來看的情況 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地方是所謂的斷層 確認這個地方是 沒有斷層存在的一些資訊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順向坡了 剛剛這個理事長呢 也告訴我們 這個並沒有順向坡的疑慮 只要對坡腳的不跟動 就沒有問題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個礦坑 這個非常感謝我們的本家 蔡理事長 他非常用心的去把這個 礦坑的礦主都找出來 那很遺憾的 這個礦主已經往生了 那還好這個礦的公管理人員 他還在八十幾歲 然後他告訴我們說 整個位置在哪裡 然後我們去掉那個圖套出來 然後他告訴我們說 這個從來被寄居 從來被出來的整個情況 所以經過他套了以後 確實是沒有礦坑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理事長這個是 冤魔爐把他抓出來 重點就是他不動 然後烏阿山就沒有順向坡的疑慮 北基地和南基地都是平地 就是這兩句話 大概是我們的整個重點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蔡理事長也是一樣 就是剛剛從電影上各位看到了 距離已經有二十公尺以上 而且高差很大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一個 非常安全的一個情況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是我們最高的一個 環境保護署的審數長 他也來過 他開始的時候也是非常非常質疑 那我們把整個情況給他看過 大致上他也了解這個情況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幾張影片就是來向各位佐證 就是我們這個園區 那其實是我們內湖的光榮 一直繼續放沒關係 一年365天有200多團的國際人士來參訪 而且都是他們過去接受過慈濟 可能在某些醫院之下正在 但是因為他們已經慢慢復原了 走出來 回到台灣來看說 實際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機構 那我們可以看到 像菲律賓的省長 華國的國衛議員來參訪 有時候都還是外交部長 介紹過來的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是我們摩沙尼克的這個市長 那米歷史的錢中英 這些呢都有 但是呢 其實有一些話 我想我們都是自己人 我就向各位報告 其實他們問了一句話 詞濟很難回答 他說 那你們這些法輪子 怎麼會是這樣子 那詞濟是這麼大的一個國際機構 那怎麼會在這個地方做一個 國際震災的一個中心 但是真的我們有時候還不好講 但是最後呢 不管怎麼樣 還是感恩各位 給我借些這個機會 雖然我太久太久沒有撿到了 但是我期待各位給我一點鼓勵 感謝各位 謝謝